可能是源于华夏儿女骨子中的那一份傲骨 叫我们对长江和黄河充盈着由衷的感激之情 凡是知晓这两条江河的人 他们的出海口一定给你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奔腾的黄河水正好吸入了渤海这条巨龙的口中 而长江这条母青河给我们孕育出了土地肥沃的中国第三大岛屿 崇明岛作为礼物 长三角很多大米的原产地都是来自于崇明 也正是因为这样 即使前往崇明的道路再辗转 也阻挡不了我渴望前往的脚步 想要登上崇明岛 目前只有两种方式可选 一种是从浦东或南通启东 通过护闪高速驱车前往 另一种则是通过宝山区的石洞口和宝阳路这两个码头称轮渡前往 如果要百度车辆需要走石洞口 看似石洞口离崇明中心城桥镇的距离最近 可实际前往的路线却是三角形的两条斜边 短短17公里的距离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到达 在行驶的过程中人们是不能出舱到甲板上进行活动的 等抵达崇明南门后两侧出舱的铁门才会被打开 客流分为两波 一波走侧边的闲梯 另一波去地下车辆舱将自己的爱车驶出 唯有折叠自行车是可以当行李随身携带的 并且不用单独为其买票 崇明主城区的路网称方格型 由于岛内交通不便的原因 其给人的第一印象像是来到了一座没啥产业的小县城 且越是靠近河边 人口的密度越大 不过这座城市道路的命名还是很值得玩味一番 虽然曾经的老城墙已不存 可它以门字命名的东西南北四条大街 还能依稀叫人察觉出曾经城墙的大致轮廓 这里就是崇明的最核心部分 其周边的广大城区都是由乡村一步步的发展而来 可它相比于整座岛屿来说还是太小了 这也印证了崇明践行 生态立岛 坚决不搞大开发的处中 你要是第一次去崇明 长江边上的岩浆观光大堤 是你必须要打卡的第一站 这里有一尊于千禧之年立起的海棠纪念碑 承载着岛上青年太多的儿子回忆 那一年 崇明县为了提升崇明岛的知名度 在全县范围的本地人中 公开征集书法作品 评选出一等奖 作为崇明县的招牌 转刻在远崇礁座运来的石碑之上 已长久立于江边 叫每一位坐船前往南门港的人 都能眺望到它 想要深入了解崇明的历史 位于纪念碑后方 仅一个街区的崇明学宫 你一定不能错过 这片建筑群 始建于明天起二年 1622年 是由知县唐世涵 在城壕外的东南渔重建的 为上海仅存的三座学宫之一 现已改为崇明县博物馆 学宫灵星门前的两颗大银杏 已有350余年的历史 门内的畔池和登云桥 依然传承着中国古代孔庙固有的样式 以求学子们科举高中 平步清云 要问这所学堂里出了谁 最有名的还要属崇明的首位近士 沈文浩 现在还能在崇明第一高峰 金敖山的下面 看到他潜心引诵书本的身影 说到这个中国第三大岛的形成与发展 怎一个复杂了得 崇明岛为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击岛 早在唐代之前 这里还是一片汪洋 上一任的河口冲击岛 还是如今的南通市 胡斗州 唐武德年间 长江口长出东西二沙 这时的崇明才刚刚出现 一直到了五代十国时期 才开始有人烟 并于西沙建崇明镇 宋时 续长出的摇流沙与东沙接壤 并于摇流沙西北五十里 长出了三沙 使得这里成了一片天然的海岩主治场 直到元智元十二年 1275年 朝廷派员广西恒州的支州薛文虎来到崇明镇 他认为崇明人民日益增多 物产丰盛 且又是边疆要地 便将让崇明升镇为州的请求递了上去 朝廷便认薛文虎为首任支州 并将崇明隶属扬州路 1277年 崇明有了建州制成的必要 一座圆形的土墙州城便在崇明拔地而起 鲁尾叶和盐叶是当时崇明的经济支柱 元智正十二年 1352年 天赐厂州城的南部为潮汐充涅 最终坍塌 第二次建成是在旧州城十五里处的东沙 这时正值元明两朝的交替时期 刚在南京登记的中元璋 深感天下还远位一统 就连离南京不远的苏州 都还被另一支起义军的首领 张世成所拒 苏州是江南的首富之地 朱元璋自然不敢轻视 令右丞相徐达前去讨伐 作为张世成称王的根据地 苏州城池坚固 粮草充足 守兵众多 徐达久攻不下 只好围城与张世成展开了持久战 人困满伐之际 徐达认为 与其强攻此处不下 不如另辟蹊径 他记得临出征时 朱元璋曾跟自己讲过 崇明地处长江口 乃大江所跃 既然苏州无法攻占 崇明属苏州府管辖 何不先派兵攻占崇明 消息飞快地传到崇明之州 何永福的耳中 这何永福平日里围观轻正 关心平民百姓的疾苦 认为大兵压境之下 与其对抗无疑是鸡蛋碰石头 不如趁早率众归附 以保全岛民安宁 于是 他主动乘船 至徐达处 意愿归降 徐达见到自己不动刀枪 就得到了崇明 当即将这个好消息 禀告给了朱元璋 正在为苏州 久功不下而烦恼的明太祖 得知崇明已经归顺 非常高兴 随即提笔写下了 东海盈州四个大字 赐给了何永福 何之州回城后 将这皇帝的玉笔 勒石后挂上了城门 崇明的盈州之称 也由此流传了开来 明永乐十八年 1420年 横跨元明两朝的东沙城 抵不住江水浪潮的冲刷 最终摊没 人们又在东沙城北 实力的秦家福 重新铸城 不过 这个秦家福城 与后来的马家帮城 均难逃被江水冲垮的命运 崇明城屡见屡悔 似乎已经成了 它亘古不变的宿命 明家境29年 知县尹哲 决定将县城 补迁至平阳沙 后因屡遭倭寇的侵扰 而将其改造成了专城 崇明著名的抗窝英雄 唐一层 也就是在这时期的一次 率众奋勇抗窝巷战中 不幸被乱剑射死 壮烈牺牲 唐一层牺牲后 皇上被弘扬英雄精神 下旨封唐一层为 光寿四成功名 并命令地方 为其剑词造墓立碑 历代纪念 直到现在 人们依然能够每年 为唐一层扫墓 以感念先贤们 为守卫崇明 舍身奉献的精神 崇明的最后一座城墙 于明万历十四年 1586年 被牵至长沙岛 审邦基宅 经县城的所在地 牵剑时 颇希望新旨长沙 能够给百姓 带来长久的安宁 而事实上 却如预料的那样 自千城至今的四百多年 崇明长沙城 虽历经风雨 但安如磐石 丸宫的石制城墙 东门叫春辉 西门叫镇海 南门叫崇安 现存崇安路 北门叫武定 东南门叫百胜 并增建门楼 崇明自建城以来 原志元十四年 到明万历十六年 经历了六千五件的变迁 原本支离破碎的岛屿 也与清代之时 最终连成了一片 并逐渐扩大 料想数百年之后 崇明岛 定会如之前南通的 湖豆州一样 并入江苏的版图之内 长兴岛 必将成为下一个崇明 继续向祖国的东方 进行探索 好了 上海市崇明区的内容 到这里就结束了 又到了用数据 对这城市做总结的时间 崇明区是超一线城市 上海市的远郊 该区2021年的GDP为 409.72亿元 在上海16个区线内排名最后 全区总面积为 1413平方公里 全区常住人口为 63.8万人 人均GDP为 6.42万元人民币 城市建设度69分 城市流化度88分 下集节目 我将讲述的是 位于上海市中心区 南部的敏航区 带大家认识一下 曾经的上海县 敬请期待吧 请期待